大家好,春天正是种花的时候,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种牡丹花的 在苗圃选苗的时候,我们尽量选那种枝繁叶茂,上头有花孤朵的为好 我们种的时候尽量选阴天,如果实在天天都是晴天,那也要选一个傍晚不太晒的时候 首先我们需要半袋肥,然后把铲子放在这个牡丹花旁边量一下它根部有多深 现在我们来挖一个洞,这个洞要足够深到可以把整个牡丹花的根都放在里头 我们刚才量了大约是一个铲子深,所以我们要挖的比这一个铲子的深度更深一点点 然后我们倒上半袋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挖深一点的原因 用铲子把肥和坑底下的土混合均匀 现在我们量一量这个深度肯定是够的 现在我们来把描曲出来,用手轻轻的拍打一下花盆,这样比较容易完整的拿出来 如果拍完以后还是拿不出来,就用一个剪刀把这个盆给剪开 这样容易整颗拿出来不会伤到根 你看它里头很多缓释肥料,尽量多的连盆土一起拿出来 我拿出来以后发现这颗花买的不够好,它的根发育的不够健康 但是它在花盆里头我们看不到只能平运气了 一开始我们先要尽量的把它种在原来的花盆土里头 这个花盆土是它熟悉的环境,会长得好一点 把它轻轻的压紧 然后再倒上一点肥在表面 这个肥不会太肥,牛羊粪发酵过又摻了土的 然后把它弄平整,最后再把表面盖上土 然后把它压紧,防止水分蒸发 通常种完以后我们是需要浇一点水的 但是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它花盆里的土非常潮湿 如果再浇水的话可能容易烂根 所以我们这次就先不浇水了 牡丹比较抗寒,花朵非常艳丽,是家庭花卉的好选择 后面这两种颜色都是我之前种的 今年又多添了一颗,我会经常上来和大家更新我的小花园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